当然要啦,如果是去A台,一样B台,一样C台,一样没人啦 就是你的瓶,你是这么多料,就是这么多料 被人一天看清了,一天看清了就不行了 那这首歌就有很多口的,口若远河 就是腹中,内藏万卷,有空拿下这卷出来 有空拿下这卷出来没问题的,对不对? 今天呢,年初二,理论上初三才车弓弹的 但是呢,因为大家就年初二呢,因为初三多数跑马 那年初二呢,不知道哪一年开始 就改了一年初二呢,香港政府的官员呢,就求签 就约定组成那样,其实应该都是这二三十年的事 我记得好像曾荫权做三年政务师那时候呢 他先前去搞这些东西,搞了搞了,谁知道被他搞旺了 再加上由2003年开始,就是每一年出的那支签呢 唉,好奇怪地,真是好应棍啊 所以就变成了说,就是车工这个什么形象呢 就是一个光荣正大,光辉的形象就出现 他深植在香港的市民的脑海里面呢,在内心中 就是,就是作为对当朝,就是一些高官啊,执政人员啊 一些什么警惕的,好了,整天,整支签 今天支签很好笑,真的这么多年签没试过 就像今年那样大件事,怎样大件事呢 刘业强,竟然跌了四次签 第五次才成功求到,即是表示什么呢 他心不在言,不够专心 为什么阿斗冠这么不专心呢 他一定很耐心,很大挣扎,很大压力 哎呀,如果求职签出来 如果是下签,那怎么办呢 很多人曾几何时已经建议过 一早就换上签,进签档里面就可以了 不行,这样不准了,不准了 可能车工廟那些的廟筑不同 不肯和香港政府合作 香港政府又不要,就是怕被人一踢爆了 就件事更大了 他就这十几十年来,都不敢这样做 就是之前大家印象深刻啊,何志平啊 为香港求签,搞到自己狼当弱肉啊,美国哥 那就是,刘月强今天呢,就相当心不在意 连续跌了四五次,四次签,第五次先见,才求到 那大家去求签的时候,都要注意 一旦出现了你,一下跌签的情况的话呢 你一定马上专心回来,心定了 很奇怪啊,你定了你出支签呢 就一支一支这样扔出来的 你心一散的话呢,你心有集园的话呢 又在求着,求着A,跟A小姐有没有姻缘啊 那里面,B小姐都很温柔 那你死定了,很有趣的 就两支签一起出来的 所以,今次看到呢,刘月强是心不在意的 他一定耐心很大挣扎,很大压力 他只是说他,求财不遂 那这个财字呢,在我眼中呢,看这支签 就不是钱财的那个财 固自然香港是求财不遂 钱财的财也都求不到的,这支签 也都从我看在眼中这个财呢,是人财的那个财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逐个一句解 解签呢,我们经常是一个群调的 今时今日香港解签的那些人呢 你自己要有这样的文学水准 对历史的形式,你一定要有这样的根基 你才能跟人解签 如果不是十个,有十一个都会解错 很多人都说,你不求甚解 你要有个背景的资料 你才容易掌握到那些天璣 那些签文究竟是怎样的 以前解签的人都知道,什么人去解签 不穷不解签 什么叫穷呢,穷就是没有钱 而是说仕途不得志为之穷 什么仕途不得志,就是考科考考不到 考不到起码都叫做读书人 只不过是时运不借 有些人是不适合考试 或者当时呢,有些高官的儿子 已经是大佬说状元榜眼探发 已经是内定了有人的了 你硬高的才华,你比唐伯虎都没用 唐伯虎当年也是科长弊案 因为自己衰得厉害嘛 大大声声考完之后 在酒楼大街小巷那里 大大声声拍摄桌,金波必中 结果蛮鬼鬼捲入一个随经科长弊案 在宏志十二年 结果被一个广东人冷手执个热尖堆 因为那年明代宏志十二年的科长弊案 要重新考过,重新考过广东一个人 判于大力的论文罪 那一年就重重原 论文罪和唐伯虎是同一年科考的 本来那一届科考唐伯虎是很大机会 很大机会是重重原的 因为当时他的财官呢 被人批出来呢 当时程敏正的主考 都说他很行的 等于科长弊案 无故地地去擠出来 所以有这么多人才能去解签 才能去解签 起码是知一历史 好了,今天这支签 我讲过了,在其他台上 整支签28个字 我看到一个字 斧头的斧字 这个斧字呢,有根有根 第二个频道我讲过 不讲呢?第一句 其实第一句已经是有典故的了 虎根此入山林 这一句出自哪里呢? 孟子 就是四小小的大学 大学孟子中庸论语 孟子 孟子里面有一篇叫 寡人之于国也 就是我们俗语整天说 你五十步笑一百嘛 你五十步笑一百嘛 就是这个故事那里来的 第一句 就是 山林里面的木 你去砍伐的话 你要依时依后去砍伐 就是孟子那篇这样说 凡是做任何事呢 你一定要依这个时序 这个程序 是那个时刻呢 你就那个时刻 春天呢 你就耍水耕种插殃 到一定时候你就收割 抽收冬床 有所谓的 就是什么时候要做什么事 就不要 就要量力而为 你就不要 就不要强行去做 就是孟子 两千年前已经说了给大家 要顺应天意 你顺民心 你的事你才可以去顺利推行的 这个斧头 为什么我整篇东西 这二十八个字 我是看到斧头的斧字 第一句这篇东西 孟子已经说了给大家听 斧根池入山林 你要搞清楚你的目的是什么 很多人说 哎!我进山林 我当然要撿些茶去烧 我说不一定 你进山林 是 你是斩树 但是斩树有分几种 你斩些树 你可以斩岔树 就是不植那些虫树 用来做什么 动量财 你建屋的横梁 是不是要植啊 不植啊 就是你的岔树 一绿岔又高又植 最正的 是不是 或者一盏梨木 梨木 夠实正 夠硬啊 就是 或者一盏藍木 金丝藍木 就是做棺材那些 但是不止做棺材 做加斯托 一股很独特的香味 藍木刨出来的那些花 你浸了水 那些叫刨花 就是最先 最古老 最以前那些 那些人那些 啫头那些啫啫 就是藍木 金丝藍木 浸水的肉 学大气的人一定知道 那些天然东西是不会痕的 不会伤到你皮肤的 就是你要搞清楚 你入山的目的是什么 你就不是 或者说 我今时今日有一把斧头 我入山 我喜欢怎样就怎样 真是斧头帮 拿二把斧头 哪个吹鸡 哪个扔炮奖 真是那种 就是你入山 你一天搞不清楚你的目的 究竟你是想斩些树 你自己去做树 做树 做树 还是是斩些树 斩些树 斩些树木的树枝 拿回家去做炭露去烧呢 你要搞清楚目的先 你的目的一天不搞清楚 你入山里 伺着自己的把枯头 这边就斩 那边就斩 现在市民就告诉你 未得之事 就什么 那处沉 就是你自己的目的 你都搞不清楚 这边又找那边 究竟你想找什么 究竟你想找什么 结果是什么 喘了良才就失却力 你看到什么树 那个山林里面很茂盛的 本来 不管了 是树斩下来 再慢慢看 结果你自己浪费了一力 你浪费了一棵粮财 一下斩一棵沉香树 哎呀这棵多香口 多香味多好 走去当柴烧 上好沉香 你拿它做烂柴 当柴火去烧 你是不是很大浪呢 沉香树很贵的 香港香港叫做沉香 因为犯沉香出土沉香 而得名的 当然现在土沉香这十几二十年 被某国人下来偷走了 它就走去土沉香了 它就走去土沉香了 这个非常可惜 就是你搞不清楚 现在清清楚我告诉你 你一定要选清楚 你的目的在哪里 如果你一天都搞不清楚目的 你就损害那些良才 损害那些良才 还有很有趣的 这几句签诗也都出了一个典故 是什么呢 南华纸里面讲得很清楚 你入到山里面 佛木的人一定选择最靓的那些树来斩 一定是 所以你越优秀那些木的话 很容易被那些木工看众 就斩了去 就没了命了 就反而那些生到岩里岩橙 那些叫书树和匿树 匿树就有些像七树 你走山的人都知道 一见见到 那些七树你不要碰 一碰到你整个山 那些人是害怕的 你一斩的时候 那些树倒出来 被你滴到你整个山 所以看到不要弄它 来远一点 来远一点 结果这棵树 得以生存 得以续命 反而这棵树一分钟有几百年 一二百年生命 那些岩树 哇 生得很尽美 又高又挺拔 是对了 用来做栋 就是 起楼的时候 做梁柱 这叫做大财 是吧 所以那些木工 是对了 这棵树又不值又够大 因为你叫够大 你古代没有红毛蓝 没有钢筋 你一定要靠高大的树木 你才可以顶得 起的楼才够高的嘛 要不然你用摘筍位 摘上去那些 不够力的嘛 你一定要有中间的树梁 要顶天柱 一下子顶起了整个屋子的嘛 那横梁也一定要直的 你没理由用一条端木来做横梁的嘛 你承托不了那些雅面 所以树梁就是这样来的嘛 你去选树 你一定要选一些又直又实际的那些树 就是山枪木啊 那些才踩下来 那样反而那些 没有用的那些废柴 那些有趣长寿的 这个人世间就是这么有趣的 越漂亮的树也被人斩了 就是 挺悲哀的 那样你看到 倩君留住 代春林 这个车工也是挺绝树的 倩君 就是说你这帮执政的人士 你下下都想着 以为我这样做 那君王会喜欢的 可能上方不是这样想 人家叫你入衣服 你在地上看到一些枯材啊 你斩整齐拿来做炭火啦 不是啊 山林很多树 有你没你 我不知道北方要什么 搞不清楚 有你没你 全部都斩下来才算 有些什么意思啊 这四句 这样你对证现在香港的情况 是代表什么呢 你没有发觉这一两年 现在是强政励志之后呢 很多事情 他们说经过民意 其实是一意孤行前光独断的 例如最近才撤回的 所有的立法征贵 好想去水省去撤回 好彩 如果不是就是 如果四月硬硬执行的话呢 很大事 你搞不清楚 我连建制派你来蓝丝里面 都有人很不满 就是你是宣传时间不足 是很明显的 而你的官员的傲慢 令到人相当反感相当反弹 好了 由这个垃圾征费事件 车工也都这支签一角 讲得很清楚了 言犹在意 我们特首经常讲 23条立法 今年一定要 一定要这样去 退行 这个献证责任 对 献证又就是这么说 但是车工也都警告得很厉害 他说如果这支签 你硬地继续这样去行的话 倩均留住代春林 就是什么 就是说 如果你政府一意沽行执行 推行你的所谓强劲励政策 那些人才就自然会流失 而代春林 这三个字是可圈可点的 现在已经是新年 新年已经是春天了 春天还用代春林呢 那就是告诉你 不是这个春天 经历多少年后之后的春天呢 车工没讲 但肯定就不是今年的春天 就是说 那些人才走了之后呢 不会在短时间回来 就是你怎么吸引人才 什么流港建设啊 那样 是徒劳无功 就是说了 失却力嘛 选了良才失却力 这句话是非常警告的 你不要以为你拿着一把斧头 恐慕有力 我这里砍那里砍 很威风啊 那些树都砍了下来 我又没有力 我不知道 我老板要什么树木 要动粮的 这堆木里面一定有动粮材 这堆东西一定有废材 一定没有用的 那些就放在柴火上去烧 但是你这样砍 你自己就杀了你的力气 砍下来 老板说我不是要这些 为什么你不问清楚呢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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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想像吴恒大周星辞那些气 那你 那你 那你不一早问的 那我没理由跟你说的嘛 你一早问我就一早跟你说 你现在问我就现在才跟你说 难道一早跟你说 我骗你的 虽然骗你 骗人的东西是不光彩的 就是难道这样 这些对白又出现过来 就是所以说 其实这支签呢 都是相对的 勸勉 政府高层的人员 其实这个时候 你是不是应该问清楚 你那个献军 你那个军 要些什么先 你才可以入山 开你把利府 去取材 这样是不是好些少呢 就是 很多时候都是的 你可以看到 香港很多政策 就是用原子弹去炸乌鹰 就是 你无需要这么强有力 咬下来 杀幼介事 最明显的一个例子 你审黎智英的 每一次去出庭 好像搞到全香港要戒严 那样 搞到像水虎转那样 为翠平山 好像结发墙那样 怕那些人会结发墙 在香港 我真是很老实说 今时今日 香港有哪个会 take care of mine 去劫黎智英 出来月浴 傻的吗 但是每一次 黎智英推出来 就是那些阵状 我真是莫名其妙 就是你对附近的交通 造成几大的滋饶 没什么必要 是吧 一个什么 一个这样的商人 它能够牵起什么巨浪 你不是这样的信心 你都没有 当然你这样做 当然有另有目的了 就是我一早在其他节目 已经说过了 他审的不是黎智英 他审的是香港人 他告诉你香港人 你怎样要怎样 信我者 认我者 清清楚楚 告诉你香港人 真的看得很清楚 那这支签呢 基本上 车工呢 我由之中都说 真的很漂亮 为什么车工这么得香港人的心呢 其实他真的是这二十年来 起码是二十年来 起码是二十年来 出的签呢 很多时候都是帮香港人的耐心 发了声 车工 所以香港那么鼎盛 是有原因的 是有原因 他真的很清晰地告诉你 这些签 你想想 大家听我这样解完这支签 长完这支签 大家是不是觉得很认 当前的光景 也都真的出来 一出 第一句出了 喂 整句盲点 出自盲点 曼子的 喂 五十道小八卦 有很多东西 你不要以为你自己好性 怎么怎么问 其实你做的东西 都差不多 跟一傻人做的东西差不多 而且也都劝了你 凡事 你不要搞不清楚 上面的目的的时候 你就拿着枯头 自以为拿着枯头 ifen 当他上面有一个iend 也不能严寥 也都原来不好 当然關于斧头 的成语 故事 我给其他频道也讲过 大家有兴趣的 你看到今天 在其他频道 就要知道 我就不在这里重复了 我在这里就告诉你 这个 关于今天这支签文 我看到一个字 一个斧头的斧字 我感到�이고 我就讲 这支签文 其实应该是这样去解释 当然如果你让我看到这支签的古人是什么 可能更详细一些 但是现在这些古人的东西就收在洪宗里面 那些这样的庙竹 他不爱传的 我有个朋友呢 他是那边的庙竹 他有时候来不忠给一两支签 那个古人我看 就离不开呢 故事就是《七合五二》 和《南华经》离不开这两本的故事 很有趣的 很多都是这样的 当然了 你说古人最详细的就是黄大仙的签文 就是黄大仙弗基那个人呢 写这些签文的作者他文化程度相当高 相当高 你可以看得出的 香港这么多间古庙的签文写得最好的就是黄大仙 车工其实都是一般的 但是我们看到今天这篇东西 我说到 我就不想说什么 就是这么行的 求财未遂啊 怎么怎么什么啊 你求什么都好 这支签文讲解给你听 香港今时今日你施政什么作为都好 你要搞清楚 方向的目的是什么先 现在这支签文是清清楚楚说给某些人听 尤其是香港政府管理人员给别人听 你不要一厢情愿 你以为这样 北方一定喜欢 未必 如果你看这些签文就看到了 未必是这样 你不要以为拿着把虎头给你 你就在那里乱砍 你现在砍到那些良才 良才受损了 那些优秀的人才 因为这样你乱砍 被你砍了下来 突然 这样对整个地区是没有好处的 这句都说得很白啊 阿泽工 Lucy有些什么想问 阿泽工 阿泽工 即他求签四次 第五次才要签出来 其实这个是求签的事 你刚刚刚说的可能是深水不灵之外 有没有一些不好的笑头呢 喏 不好的笑头呢 就不可以说是百分百 我不可以说是没有的 但是呢 首先我由他深水不灵的讲起 因为一个人呢 一定是有诛于内 就先迎诛于内 肯定留意 昨晚没有訓好 他的压力很大 可能他知道一些事情 某些事情一定要一意孤行 一定要做的 一定要推的 例如献证责任的事情 一定要做的 但是他也都感觉到 好 如果像他那样 说话可以 说些油康滑调 李顺岛 他可以 就是妥善 搞定这些事情 避过一些人生灾结 但是刘叶强也很清楚 车工是很直白的一个神经 因为过去那十几二十年 出的东西都很准很准 我真的有点害怕 哎呀他出至下下签 那怎么办 政府说明了 二十三个人过了 一定是强劲励志 更加有利于营商 怎么知道 其实刘叶强的内心 知不知道二十三个人过了 会有什么影响 刘叶强知不知道 我相信他一定知道 正因为这样 有些心水不灵 车工车工 只要我 哎呀 我再少高香来 还神求求求你 可能内心是这么说的 很大的挣扎 就是求签 不知道Lucy 你求过什么 求签 那个签筒 就是很有技巧的 你真是心水不灵 你整个签 跌下来的 你一定要很专心 我要求那样东西 问神明那样东西 你很有趣的 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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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只有一支签名 很有趣的 这些东西 就是很多玄机 你的心 心 心花心的话 求恩怨 我看一下A小姐是对的 B小姐是对的 想起A小姐的体贴 又想起B小姐的温柔 很有趣的 又出两支签 很过瘾的 那间庙都是这样 观音庙 黄大仙车工 都是这样 你反而专心致志 你自然出一支 自然出一支 自然出一支 你一定要心要定 求神的时候 心要定 还有你 一定要专心自治 你不要乱想东西 很明显 刘耀强今天就心不在意 你出五次 这么多年没试过 没试过 就是完全没试过 你跌一两次是会有的 何志平也试过了 那时候 但是呢 你连跌五次 幸好当时的道长醒了 立刻扶一扶起去 叫他休息一下 喝一口茶 你再求他 专心定一点 道长也知道 你的心不定 你越紧张越不定 你就越乱了 所以 由来叶强这件事 你可以看到 你做大事的大人物呢 无论怎样 心要定 要冷静去处理 你不要荒失失 你越荒的话 你越乱 越乱 越乱呢 又越做不到正确的决定 所以 你看看 刘耀强也是 你的心一定定了 出回一支 所以真的 我提醒一下 年轻人 不用冲动 越是急的事 你越要冷静 你不静的人 想不到解决方法 你要定 你要静 站定定 不要怕 站稳 你稳住自己的情绪 那些气场就慢慢出回来 那些事就自然顺利 你的势去做 你一乱的话 一方塞塞的话 你就满盆家落货 真的 你不要说 求签 世事写的 要不要这么多道理 其实做人道理是一样的 你不信 你试试求签 你越急 一蹦 一蹦 五支出来 有什么搞错 你越心急越暴躁 越跌越多 很过瘾的 你考验你自己的心智 等于那些人教 你修心养生 你练下写无不字 写无不字 不是用一些现成蜜汁 倒下来用蜜巧不装 不是 一定要磨蜜 磨蜜的好处是什么呢 训练你的手力 这个手指 食指 这两个手指 你拿捏毛笔的那种暗力 就是你怎么发力到软毛的身上 第二 和你的手指做热身运动 第三 你心不罪 你心急 你的蜜就很容易弄死 你弄到整台都是蜜 那怎么办呢 就用一张纸 抹干净去 由头磨过 你试得一两次弄到整台都是蜜的话 你就没办法不让你自己 心定下来 不要躁 不要急 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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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着规律去推 那你慢慢磨练你自己的内心的平静 就是这样来的 所以练无不字 为什么 你练一下字 练字 我就买一支蜜汁 现成的红鸡牌 我们小时候用红鸡牌 那不要用红鸡牌 红鸡牌很差的 用天一角 天一角 那些彩蜜挺好的 或者用曹素工都不错 但是我通常都是喜欢 我教那些年轻人都说 你试试磨蜜 不懂磨蜜的人 一定是弄到周桌都是蜜的 因为你不懂法国力 又用死力 所以任何东西 用阴柔 就是内力 慢慢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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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力慢慢灌注在你的手里面 别人不觉得你有力 无不的好处就是这里 无不炼字 你要别人不觉得你有力 而你内径 存在内心 法治内心的力量 才是最大的力量 所以是对的 所以你看刘月强这件事 你这个人生的一种啟发 明白吗? 刘月强就说 那个签文呢 就表示 叫政府切辣椒 接着呢 请多些明星 看个明星来香港 继续搞盛事经济 那就是 你搞什么城市经济 没问题 你的目的在哪里 我已经说了 这支签文讲得很清楚 你要搞清楚你入山 车工不是勸你 你不要拿把斧头进山了 你做得斧头帮你伸起斧头是没问题的 他都说你进山没问题的 你进山你的目的是什么? 你是去採那些柴火做的炉火的柴枝 还是你要取材去建宫殿先? 就是你要找的是动良之财 还是输力用材? 你要搞清楚先? 你搞清楚了 你心定了 我这期呢 我只要 找些柴呢 去建个炭火炉 煲热个 香港而已 煲什么没所谓 总之那个炉火要黄要热 那些蒸气一出来的话呢 我就可以蒸东西 蒸几个高呢 步步高升 那些人来来吃萝卜糕 越来越多吃萝卜糕 我就自然有钱收 好 你清楚就可以了 没问题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就不要乱斩 你就珍惜那些优良的木材 等它再生多几年先 第一句 我为什么要说第一句一出呢 就 虎根 哎 那句话是什么? 不好意思啊 虎根池也 虎根池也入山林 这句话是孟子去讲的嘛 虎根池也入山林 就即是叫了你 叫了你 叫了你 不是不是去山林 你要看四时 你什么时候做些什么事 天有四时春生冬佛 四时给你什么? 就是你春天呢 你就去耕作 冬天呢 秋冬呢 你就去坎佛 春天呢 留个生机给万物去生嘛 生长嘛 所以以前也是的 喂 你去打猎啊 那些皇帝啊 皇家遗猎啊 都是秋天才去打猎的嘛 春天不打猎的 知不知道? 不可以打猎的 因为春天那些动物呢 多数是生仔 生些羊仔啊 鹿仔啊 你要等那些鹿有机会大到 好 你小小只鹿 你够多少个人吃呢 你要等他两季吃多些 吃饱点 等他有五成的尺寸 你才一箭射过去 啊 你等到秋天才射死他 他就分分钟够五六个人吃 你现在他小小只 还在喂奶的 一个人都不够吃 就是 其实古代的人呢 中文经验有很多 有什么观念的 不是叫你不杀 你要看时候去做 春生冬佛 就是说人家车公共讲得明白 这支签 不是叫你不入山 你做得斧头帮 拿得斧头的话 你一样是入山去斩柴 但是你斩 是要什么目的 这件事很清楚 你要搞清楚你的目的 你才可以做 要不然呢 如果这支签 这样讲 就是提醒你香港政府 就是过去这几年呢 你可能亂斩了 一些优秀的木材 被你斩死了 而最惨的一件事是什么呢 斩断了香港条根 而是你自己浪费了你自己的气力 你自己受损害 就是你以为 我斩死香港条根有什么所谓 我自己升官发财就行 sorry 不是 这支签看到呢 你因为这样的 选了良才就失却力 说得很清楚 你是徒劳无功 就是你浪费了你的力气 你以为这样拆鞋呢 哎呀 北大人一定喜欢错 你这支签解得很清楚 错啊 徒劳无功 你破坏了 破坏了原有的 香港优秀的制度 但是你自己呢 就以为 直约这件事呢 就可以升官发财就错了 不行 车工就是 所以说 我这样讲完这28个字 你觉得车工是不是很值得 是不是很帮香港人讲一些 真是很贴心的说话 香港就是 车工每一年的签 我觉得一般普遍的香港人 都觉得很准确 非常准确 好像去年的签 威人威威不是威等等 不过反而就 你觉得每一次政府 他每一次车工的签 又很凉确 但是每一次签 又感觉到香港人的 心里面那句话 師傅 阿世伯 你有没有听过 有人传 其实车工每一个 下签下下签 可能拿走了 我今天感觉到 我感觉到 但是这支签 在我眼中来讲 已经是下下签 这支 它是说中签而已 但是这支在我眼中 就是我看到一些观众 我说明明是中签 你也解到是下下签 那沙田那支签 你就看下怎么去兜 沙田那支签 我不用怎么解 因为沙田是福地来的 它不会需要 大家看回过去十年 沙田出的签 没有一支签是坏签 沙田是从来 你过去这十多二十年 没试过什么大车祸 大塌楼 死人塌楼 大凶案 很少在沙田发生 对不对 你看到沙田是很平安的一个地方 我不用怎么看 但是很奇怪 今天这支签这样出来 很多人说这支中签是什么 中什么签 提醒你政府 你不要乱来 你乱来是耗尽努力 枉废心思 这支签 那怎么说是中签呢 直到下了 就是你要很大的反省 也看到有一个危机出现了 因为你乱枕破坏了整个森林的法制 规矩生长时序 就是令到 你要代春林 就是一场大劫之后 你要等下一个春天的来临 现在是春天 它还要代春林 就是不是这个春天 所以 春天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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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这支签 今天我都说 我常常看这支签 我看到一个字 虎头的虎字 我不知道其他解签的人 解不解到这个点 我看到一个虎头的虎字 这个虎字 我啟發了很多东西 我其他频道已经讲过 我不会再重复的了 但是我们的频道的观众朋友 没有听到 我们的观众朋友 是其他频道听过了 所以才是这里 知不知道 是啊 他们已经听过了 是啊 你基本上都可以看到 基本上这个虎头的虎字 我淫了刘雨石 和白乐天 那首诗 在扬州商会的 这两个大诗人 这两个当时的大才子诗人 巴山楚水凄凉地 二十三年 弃至身 埋咎空闻淫笛库 到乡番茜 烂人 烂就是那个虎头病了 沉舟则半千帆过 病树前头万木春 非常应该的 今天这个签诗 就是 到乡番茜 烂人 是什么呢 就是说 那个进朝的 一个叫王质 王质 人质 那个质 就是素质 质素质 那个质 王质 他就上山去斩柴 斩柴看到两个童子 就在山上的石上 要捉棋 他就观棋 看着看着 不经不觉 捉完盆棋了 那两个童子就跟他说 你不是上山来斩柴 你不用回家 是啊 原来上山来斩柴 他一看把虎头 哎呀 原来那个虎头病 那个蛤 蛤已经烂了 到乡 那立刻他说 原来我不知道 在这里观棋 离管了多久 怎么回到乡下 物是人非 他完全没有人认得他 原来他说 他的家人 已经是几百年前的事 就是山中方一日 世上万千年 这个世界如梦如幻 如路如电 如梦幻炮影 就是 你这样出一个虎字 关于虎头的东西 你可以看到 就说 其实 很多东西 你不觉不觉 你反而就是 有些观众留言这样说 是不是说 香港躺平 反而没什么事 这个就真是对 你反而香港今时今日 你什么都不做 反而对香港最好 与民休息 清静无为 反而是这样 这样对香港好 你一月做事的话 我说 我和你一样 不是叫你不做 你先搞清楚你的目的 先 先清清楚你的目的 先 你不要拿着一把虎头 因为今时今日 现在车工这支签 说得很清楚 因为有人 只以为拿着一把虎头 就是天下无敌 我在第二个台里说过 拿着一把虎头 以为他很好武功 庄子的故事也有讲过 一个叫做 裁毛鬼 裁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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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他面上 他在鼻上涂了白灰 他有朋友 是这样去打虎 混虎成根 混根成风 sorry 混根成风 就把鼻灰脱了下来 但是他鼻子没有损伤 你看看他用把虎头用了几十足 这个就是人才 这个是狠熟的人才 熟能生巧的人 就是你可以看到 很多人才 因为这样 因为你乱这么来 被你砍伐了 砍伐了 砍伐了这么来 所以沉舟側半千帆国 病庶前头万木春 就是现在你反而 你无谓而至 反而对香港是好的 但是你很多事情 硬去做的话 反而越做越嚴重 越做越伤心 现在有什么情况 不是我意思 我解释车工的意思 所以你说虎头 虎根 虎根就是虎头 所以很多人联想虎头帮 虎头帮后面联想偏偏 大家知道是什么 所以这个 所以一个字道破天璣 所以可以说 是不是 一个字道破天璣 嗯 对了 所以我就说 加入这支签 我不知道 我是不是最大胆的那个 就是我们说 看到一件事 就是说 车工要劝园 就不要 就是这么强求 要 就是你要搞清楚 要是车工 真的我再强调一件事 再强 车工不是叫你什么不要做 是叫你 你不是不是入山 你拿着把虎头 你入山是应该的 但是你要搞清楚你的目的 你才可以做 就是 就是 就是看清楚 看清楚 当前的形势 你才可以做 你就不要自以为是 欠君 就想着有些什么 啊 我先做了 我先斩下来 先 啊 啊 欠给那个君王 那个君王一定喜欢 就未必 如果看这支签文 就未必是这样的解 是吗 差不多是差不多 他最后就说 权工留住戴春林 就是你什么都没有做的意思 就是 是不是这么说 有什么意思 有什么意思 就是告诉你 很多事情 时机未至 时机未到 也都不可以心急 不可以急于求成 急于求成 你自己也讲得很清楚 第三句也讲得很清楚 既伤到良才 亦伤到自己 又是两害的 两害皆伤的 所以说 那些人拼我 哎呀明明是中签 那还怎么是中签 选人而不理己 怎么会还是中签 当然是下签 这支我判断 这支是下签 不是中签 这支下签 因为呢 你是其他频道讲过嘛 類伤相似嘛 不过我都有一点点请求 不知道你值不值 那现在都代表农年了 那现在年初一 你都知道 旺谷那里有三人 现在大家担心 是不是大多部要回来 第二呢 八换 还有九换的了 整个这方面 你都说这件事 你可不可以多说一些 和他们两个频道不同的东西 给我们观众朋友 来年初一呢 斩人何岁 就已经相当不努力了 因为初一呢 是不利于见利器 不利于见童的 初一这么暴力 这么血腥 就已经超市了 加上车工油 你这支签 出了斩头了 就是 就是 遇事今年呢 那些 街头打斗啊 用那些利器去伤人呢 的案件呢 会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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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说八换就是黑套 已经走入青龙月了 今年就是青龙月了 去年就是黑套而已 青龙月是怎样 没人知道 没人知道 但是穴 入得穴 就表示什么 烏天黑火的啦 是不是 就不会有电灯的嘛 穴 瘦月本来会有电灯 是不是 黑套套 黑套套 最可怕是什么呢 没有安全感 安全感 会有些 就是会有些什么事呢 就没人知道的 但是呢 就 一定今年呢 就不是那么安全的 今年的时年也都不是那么好 昨天 昨天 初一 甲晨年 甲晨日 两个甲晨 晨晨晨晨 晨晨晨 两个都有刑害相冲的 立春那天又有刑害 就是立春 立春就是美斯 美斯 刚刚交立春 是1626嘛 1626交立春 刚刚交立春 美斯就不出场 结果就搞到天然大波了 香港又说 立法局有人又说要引导美斯来香港 可以特权 权力及特权小组 就是我拗了头 你凭什么 凭什么引导美斯过来做enquiry呢 真的 真是很搞笑的 全个香港 整班人都瘋了 这个没办法 你可以看到 就这样 短短一个新年 这几天 由2月4日到现在 2月11日 这一个星期 就基本上你已经预示了 今年 不会是一个和平平静的年 不会 至于是怎么爆爆成什么 没人知道 此一大家 我劝大家 这个心态就是磁形保态 正如龙年 《易经》上面所讲的 潜龙物用第一章 大家 看定些 不要冲出来 不要什么冲出来 韬灰物路归割 就是那些尖锐的东西 你收在布袋里面 不要每次摘出来 一摘出来 一摘出来 一摘到人 人家就千方百计 打烂你的东西 要引阳 触势 先箭有机会发力 你知道箭要射得圆 你把弓要拉得后 你要跳得高 人要弯得低 你越弯得低身 你反弹力才跳得高 知道不知 就不要 不要 烦恼加英強 冲头 不要一下下 伸个头出来 没必要 没必要 跟人家争些行气 不要 你要争 就跟古人争自喜 不要跟当代人争行气 行气是没用的 贏了又如何 贏了又如何 贏了你会不会多久欲 是不是 输了你 贏了你 掌心掌 顶心顶惨 何必 你要看回书 看看古人 是怎样面对一些事物 冷静 应该是怎样去做 你才能啟發到你人生 大家明白吗